HELLO 大家好,歡迎來到科新聞,我是Kindy 自從通膨疫情攪局以來 今年全球股市陷入震盪 台股豬洋變色 甚至在前幾天跌升16個月以來的新低 不過在這波中錯後 似乎有止跌回穩的訊號慢慢浮現了 台幣也漸漸回歸升值 外界都在好奇台股近期是不是準備展開波段反彈 而我們今天就找了股價相對強勢的12檔中大型股 要介紹給大家 有興趣的話我們就一起看下去吧 我們從圖表上面可以看到 這幾天強勢的個股以金融電子類股為主 其中台心晶、富邦媒、聯發科、犀利KY等中大型的基優股 在盤面中表態撐盤 投資價值浮現的基優股開始獲得中長期買盤的青睞 不過有專家表示台股無論是技術面或是籌碼面 都對多投越來越有利 加上日前6月17號的成交量高達3153億元 已經達到了止跌量的要求 多項因素都顯示台股即將要止跌回穩 不過還是要是美股還有美元的走勢而定 最後提醒投資人理財需謹慎評估 祝大家操作順利 客新聞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